你看 新台幣都一直洗掉 老師誒 嚇到誒 保養學跟水電高手問一下 我這個 熱水爐 他有種這個 到底是要怎麼看的 他現在是 1.54 他原本 他是 補主是轉到這邊 轉到這邊 我就發現他都會黑白加溫 他這個 手動跟自動是到底在調什麼 自動的 他現在 你仔細看這邊有關 他這邊 他這一個是24小時 然後24小時之後 然後 他這 這紅紅 這是什麼 4點的時候他會轉到我的加溫 不是這樣 4 我覺得他是設定2456 7點的時候 自動 7點再開 8點再開 90 我現在搞不清楚 紅色他代表是加溫還是怎樣 同學水電高手我看一下 他這我看就是 他這個時候還會加溫 喔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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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點3點4點 2、3、3、3 5、6、7、8 我覺得這應該是倒閉 所以這撇過變自動 這邊變關閉 所以 現在的時候 他是 2點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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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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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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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我們去看一下,因為就是 那電池異常的櫃,不知道在櫃什麼時候 來到了外面 真的捏 他8萬了 我們再去把它設定 1點,讓它啟動 上來了,因為我看之前那個時間跳掉是7點44 我要把它調 那你說 7點44來講的話 他現在設定 7點的時候到8點 他會加溫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 2點,我們再把它調回去 調到 我看看,我看一下喔 這個廟炒走,我來無視自通 現在2點是開嘛 再說3點就可以開,我們把它調到3點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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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點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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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哦開啊 哦 哦 pc 7點 7點 這邊 7.03 照道理講現在那個一樓的電表要狂噴 我們下去 來了 我看齁 抱歉 和我們傻人所想的不一樣 他也是慢慢待機 奇怪啦 怎麼這樣奇怪 一下子電表亂噴 那種我到底不知道什麼調整 怪小 奇怪 還是剛才他的那個什麼 加溫的溫度不夠 這真怪小 這怎麼到底在 來 通常我幫你問一下 你仔細看喔 現在他7點嘛 7點的部分 他是加溫的嘛 應該是怎麼對 怪小 我現在是想不到的 這是到底開的什麼小 啦 寫得這麼不穿不穿 那裡面 我說 這裡還有一個自動 鎖動 關閉這些東西都在寫什麼小 同學會操作跟我講一下好了 我這個 時間先把它調回來 現在是2點 真飽了 1 2 這個屋主配好 我先不要去調它 所以我現在 我先給你們同學看看 水電話給我看 這很麻煩 現在我要搞清楚 是紅色 照說紅色是加溫比較對了 關嘛 自動和射電嘛 手動一直關 所以你紅紅是關掉的意思 你如果說現在 2點07分 2點07分 照說我現在2點 2點到空氣 現在應該是會加溫 你如果說不是關掉的 然後3點它會加溫 我現在搞不清楚 就是說這個8的部分 並說它這個是8點嘛 是這樣 8點燙會加溫 還是8點會關掉 你就是8點會關掉 你幫我看看 現在目前看的話 打開就是 8嘛 80 你現在你會想它 保餘下班在小營區 來講的 5 6 7 8 9 10 你現在目前是在這裡 目前是這樣 這樣嘛 你營營的時候 它不在線營區就關掉 它不是暗公叫 這樣才不會再倒閉 都要4 5 6 關掉 剛 紅色是關的 怪小 紅色是開 那9點就沒有加溫 奇怪 很怪小 我們再去看一次 現在時間是 是 那個 2點08 2點08 然後2點08 它現在在這裡 它有開 2點08 現在應該是 不知道是關了開 它現在只要說3點 應該會更好 我們先維持不變 不知道不知道 這個小小 你不說清楚 一個腳比較關 還在半湯 不知道什麼 年輕人 看別人這樣 因為我看那個紅色 紅色是關掉 但是你看 加溫 來說 藍色 我們會覺得 就是沒有加溫 紅色會加溫 但是它還有很多關 然後另外那個 它又寫自動 啊 我想到了 自動 就是它溫度高 我知道 自動 藍色就是溫度高 的時候 溫度高的時候 它才會上檔 然後 那個什麼 紅色就是 強制加溫 我在演講是這樣 要不然就是 欸 藍色是自動加溫 然後紅色 它是關閉 照說它打到紅 應該是就不會加溫 它又打到藍色才會加溫 算是一百點前 一到八 如果都設定藍色 它就是這個裡面 只要溫度 低於你要的溫度 它就會關掉 縫到紅色 關閉 它就是不通電 不加熱 我來試試看 但我現在 2點 把它打下去 剛剛2點 它是紅色 所以現在是不會動 不會動 慢慢走 慢慢走 我們去把它 時間調到那個 藍色的部分 看電表會跑很快 如果說 還不會跑很快的話 就是有可能會加溫度高 因為我就剛才看 錶一直熟熟 很快 所以說那個隔行爐隔山 真的變得小 你知道嗎 來上來了 所以我剛才在走的時候 7點40時 它會跑很快 因為我對那個不懂 以前 我們來看 它這邊 2點12 2點12 它現在應該是紅的 有沒有 紅色它就是設定關閉 關閉設定 原地 它如果切點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動 所以 它就是 屋主設定 7點9點加溫 還有 11 12 它A波的時候 2 345 234加 它關掉 應該是這樣 這樣 這機器 在什麼溫度高 加溫高 它就主動動動 這樣 照道理講 我們把它設定到 7的部分 它應該是會動 我再試試看 它應該是會動 這不知道要再燈開 不曉得再重開 不曉得再重開 這不知道 現在7點13 這是7點 所以 這是8點 所以這段時間來說 它都是高 除非說那個熱水器 溫度到了 我先這樣試看看 剛才撥到這樣 它不會溫度 就是它溫度 剛好 真棒 同學 你就幫我看一下 是不是像我想的這樣 是不是真的是 藍色就是自動加溫 溫度到它會跳跳 紅色就是強制不加溫 就是它 你睡覺的時候 它沒辦法走 電費 它比較巔峰的時候 比較貴心 我們就是把它撥到不要加溫 來 揭曉 不好意思 就是一樣 像我們傲人所想這樣 不是 我們先把它調回 現在時間2點12 這樣 我剛才調好了 這個 我剛才記得的時候 我撥到這個 到底不知道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說 撥過的是手動自動 這我真的想不到 它原來的屋主是撥這個 如果同學給你問一下 這個自動 這邊是關 這到底是 它原來是撥這個 到底會不會撥到 只管那個是手動 這到底是三小 對啊 目前看是這樣 這個都不變動 先這樣跑看看 因為電池 實在說這個 異常的貴 你知道嗎 兩股的 沒有吹冷氣嗎 三千七百瓦 原本市場說 它有飲水機 飲水機沸騰是 確定會比較快 但是一般沒有在沸騰 快一點也走很快 像現在剛才還不行 怪小 大學不死心的 跑到那個頂樓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可能是溫度剛才搞 它可能是剛好到這邊 五十六度 那它現在 沒有再加溫 我們店把它關掉 不過它現在是保溫 這個也是保溫 然後它現在沒有加溫 所以 你看到電池就沒什麼走快 現在裡面是五十五度 其實這到底 是怎麼設定這個溫度 我看一下 看它說怎麼燒 好來 煮水的說明書 什麼東西 噢 它溫控是設定在 五十五至六十五之間 正常操作 三段超音怎樣怎樣 六十五度 然後 你說不可以 五百去把它 開開 這會干擾到 這有一滴會干擾 我再看這個 這什麼小 什麼燒的 這就是抽水機在走 那這現在沒有在加溫 它現在沒有在加溫 可能爬到這邊 噢 一四年 所以 為什麼 白龍學水電沒有在掉 我就是 好啦先這樣子紀錄 如果說它電表在跑很快 我再上來 來 拍 這個部分 看得紅紅 因為它現在如果溫度已經到了 它現在差不多 買到六十五到八了 你照道理講現在 五十八度六十五 這個地方它是不行的 你如果低於五十五它才會動 你現在你如果低於五十五之後 我再去找時間把那個 溫控的部分 那個什麼 定時器 我再把它切換 我看到 到底是我所想這樣 有沒有 就是 藍色的部分 它是 切過去自動 加溫 然後切換紅色的部分 它就是 不要加溫 那是像這樣 知道的同學跟我們講一下 謝謝 順便問一下 奇怪 這個抽水機怎麼一直擠 我剛才沒有洗眼鏡 我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如果做一個把它防水蓋起來 不曉得會不會比較好 它現在裡面還有水燥